大家好,又是我Astor心靈分享 今天跟大家講一下情緒的問題 情緒急救 因為作為女士,甚至男士 都會發脾氣,被人擊傷 特別是香港的,大家做事又忙 街上很多人,地鐵又很迫 乘巴士下班又要站位 很多時候真的是火燒心 我自己曾經都是脾氣很差的人 所以,脾氣差的人的運是不會好的 為什麼呢? 第一就是,發火什麼? 就是雙身、雙心和雙筋 還有雙筋 雙肝和雙筋 第二是什麼呢? 火燒功德琳 火燒功德琳就真的很不值 為什麼呢? 因為你可能做很多善事 平時對人很好 你想像,你看到另一個人 他平時很好 好脾氣,人很和善 但是突然有一天,他發脾氣 不知道什麼事 其實可能是晚上被老公擊傷 或者和婆婆吵架 但是翌日上班,無端端 你勒著他一點 然後破口大罵 不斷罵到你死 你會有什麼感覺呢? 你會立刻把這個人 以前做過的所有好事 一筆勾銷 然後你要斷定 這個人是假的 原來這個才是真面目 所以火燒功德琳就是 你發一次脾氣 可以把以前所有的東西 一筆勾銷 朋友都沒有了 這個我有很多經驗 大家可以和你分享 所以呢 保持著自己的脾氣很重要 那怎樣做呢? 第一 如果有人激得生氣你的話 這是一個假象 什麼假象呢? 就是其實沒有人激得生氣你的 你想像如果你有五億身家 然後你又很健康、很美女 好像這個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那些男主角、女主角 各個都漂亮得什麼 那樣的 那你老公和你老婆和你關係 極之和順 然後你又生了一個龍鳳胎 你生意做什麼都成功的 買什麼股票都升了 寫書又是Bestseller 你會不會這麼容易被人激傷呢? 不會的 那所以為什麼你會被人激傷呢? 就是因為我們裡面有這個憤怒的種子 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 小時候有很多激氣的 或者人生裡面不斷有很多激氣的 在裡面積聚、積聚、積聚 然後有一天有人踩到你的尾 踩到我的尾 那就爆它 是不是? 爆你就爆你 因為那些憤怒需要出來 那正確做法應該怎樣呢? 這是一個修行來的 你未必聽完這個生活分享之後 立刻做到 不重要 但是下一次有人激生你 你就這樣吸氣 首先你要明白 你眼前的人是激不生氣的 你一定是 他做的這個動作 是跟你裡面的某一個事件 發生一些共鳴 以至是有共振 然後你那個憤怒要出來 他要出來 那一倉的憤怒 一個貨倉的憤怒 他要出來 然後那個人才激得生氣你 其實那個人是你的大天使 因為他可以幫到你裡面的憤怒情緒出來 OK 好了 那你就靜一靜想一想 咦?為什麼我這麼生氣呢? 這個人重要嗎? 對於我來說 十軍其九 其實你眼前的人就一點都不重要 OK 然後你會發現 咦?為什麼會這麼生氣呢? 好了 先在那裡瘋住 冷靜了 冰封了你 然後不要說話 千萬不要說話 然後 明白 OK 好 然後離開現場 或者那個人讓他離開 然後晚上再想 為什麼這件事我這麼生氣呢? 他一定是因為 了起你以前某些往事 一些未曾 我們叫unfinished business 一些未完成的事件 你才會這麼生氣 然後你處理回 原來小時候 我經常被姐姐欺 或者什麼光蝦 或者小時候近很多死貓 然後還有很多事件 在那裡累積了 以至到這個人說這句話 是令到我非常生氣的 OK 那又怎樣呢? 你就處理了他 其實呢 當事件被看見 他已經是處理了很多的了 然後跟著就是 嗯 過去了 過去了 我不需要再生氣 OK I let go of my anger OK 用回我們之前的方法 I let go of my anger 我釋放回我的憤怒 然後exact 接受回什麼呢? 我是喜悅 I am jo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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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可以是第二句 可以是I forgive I exactly I forgive 我接受 我原諒 我接受 我原諒 我爸爸 我接受 我原諒我媽媽 1 1 2 3 4 你會即時發覺 你裏面的憤怒 或者激氣 會少很多很多的 OK 那好了 祝大家 長期都開心 OK 話說回來 剛才我說的事情 你不會一次過做到的 我以前呢 有人激怒我 我可能會生氣四五天的 然後有人激怒我 我會生氣四五個小時 然後現在有人激怒我呢 就是我生氣四個小時 OK 那我當然希望下一步就是 三四秒 然後再下一步就是 你激我不生氣 你激我不生氣 那就是一個修行 OK 祝福大家 拜拜